徐启逢因为车祸、瘫痪已经18年了 遭逢逆境的他,走过无数的艰辛 都在太太不离不弃的照顾和支持下 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和障碍 不但顺利地学习到电脑网页设计的专长 也发挥了另一项才华 担任生命讲师以及电台主持工作 开创一个亮丽不败的人生 因为我第一个人生我没有办法去掌握 因为它就已经发生了 但是我的第二个人生 受伤之后的第二个人生 是我自己可以掌握的 我必须小心翼翼的 能注意当注意我都要去注意 所以我换了一个名字 我要活出更美好的一个人生 那后来我刚好又在做广告 我就讲说人生起得不相逢 人家才知道 起能不相逢就是起逢嘛 所以我就讲了一个顺口溜 就是说自信的好友 起能不相逢 能够相聚在一起 相逢就是有缘 所以人生起能不相逢 也变成是我广播的一个slogan 这样子 需要呼吸器为生的人 他能够投身工艺长达二十几年了 让我一起来收听 我觉得这比较特别的 七月到了 对啊 等一下你要 你到底 没有我是故意的 徐启逢呢 是个重度身障的朋友 虽然颈部以下瘫痪 身体有很多的不方便 但是他不愿意做一个每天只躺在床上 看天花板过日子的人 所以他努力的做附件 让自己身体的功能不至于完全的丧失 而且还利用各种管道 进修电脑相关的知识 可以跟一般人一样的赚钱养家 启逢今年四十五岁 住新北市的淡水人 育有一儿一女 他曾经是总统府的维安宪兵 也做过部会首长的侍从官 退伍之后从事图木工程的工作 二十五岁时 启逢就结婚 很快就有了第一个孩子 可说是家庭事业两合一 不料婚后第二年 启逢就因为车祸被撞成了瘫痪 不但没办法工作 还花光了家产 人生顺时由云端跌到了谷底 人没有好过不会难过 我以前是这么好 我在社会上也是有一定的地位 一个月的薪水也在五六万以上 我有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车子很好 但是失去了 那才真的是难过 想到车子没了房子没了 只能看着天花板的时候 脑袋就是想不好的念头 我们未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无助的盼望的就是说 只能在深夜里还不敢白天 白天或什么白天会有家人来 在深夜里跟我太太抱着痛哭 练习潜水啊 除了练习潜水 他每次都这样热在那个烫水 他可以在水里面憋多久 练习水火亮 因为没有办法去那儿洗 所以浸一个水 其实哭应该是说 是晚上的时候 两个会一起讲话的时候 我们是两个一起难过 我们不会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各自难过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单独难过 但我想应该他的内心 其实也是有的 因为我自己的先生我也知道 但是我在他面前 我也尽量不讲这些 因为在医院度过非常漫长的时间 其实医生对我们说什么话 我们都马上会知道说 原来以后其实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这些 就已经很坦然的去面对了 那我们是很幸福的家庭没有错 可是因为一直以来他都非常照顾家里 他是很好的工作 所以我希望说 虽然他今天发生这个事情 那我们应该是要怎么样 让他能够勇敢的来面对 那这是我要做的 我们会做运动 你看是不是怎么躺都是歪歪的 对 所以他要把我的身体抑制症 所以要先抬一个动作 看 先抬 让他变症 因为 自己痛不会痛 况且我脊椎损伤了 根本就没有痛到 家人痛 心最痛 今天我看到我太太的辛苦 我看到我妈妈的沮丧 那才是一支针 一支针的在插在我的心里 在我受伤的半年前 我父亲过世 我妈妈已经承受太多 不敢再让她再承受这么多的负荷了 我自己的太太 这么辛苦的搬我这么重 然后大着肚子 又还脊椎侧弯 还要去做弓箭 我就会怨我自己 这些如果我不要发生车祸 我讲了 我原本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所以我换我站起来 因为我也会麻 假会麻 你家手太累了 你今天做几百下 没有啊 还没有做到 不能做超过 那时候就换手 对啊 昨天做到手都不轻耶 每天早上起来 启鹏就要请老婆帮她做复健 像是翻身 或者是穿衣服 都得花不少的时间 相当的辛苦 但是呢 我看她们在复健的过程当中啊 两个人呢 谈天说地 甜蜜得很啊 可惜我听不到 对啊 每天呢 都要帮启鹏按摩复健 太太的身体也会酸痛 所以呢 就换她去做复健 让别人帮她按摩 这个动作很花力气 我来帮帮好了 我来试试看 鼻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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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这样拍 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舒服耶 很棒很棒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在敲尿 因为神经性膀胱 没有办法自己尿 那利用敲膀胱的动作 然后就可以把尿给尿出来 那个尿声太没尿了 因为一直想说 他为什么都尿不出来 那有一天他敲尿 尿出来那个声音 真的那个尿声 听的是非常美妙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说 那个尿声是很美妙 也很开心 所以当然会觉得很感动 很激动 而且哇 成功了 好 我要背她哦 想起刚受伤的那几年 日子真有过不下去的绝望感 幸好有民间的慈善团体 不断地对启鹏一家 释出关怀和善意 也有许多身心障碍的朋友 给予他们许多精神 和实质上的帮助 把启鹏从绝望的深处 给拉了出来 重新以正面的思考 来面对人生 好 好嫉妒哦 一下子变得好高哦 坐在轮椅上的启鹏啊 让人看不出来 其实啊 他的身高有178公分 哇 还曾经当过宪兵 年轻的时候啊 是又高又帅 自从受伤以来呢 日常生活起居 依赖太太的地方很多啊 启鹏呢 很感谢他的太太 始终都没有跑掉 也把家庭跟孩子 照顾得非常好呢 嗯 太赞了 太太 不好意思了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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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福气的是说 我最心爱的妻子跟孩子 始终是在我的身边 当时有一句禁事语 我就非常喜欢 心开运转不就了 所以我自己要能够站起来 我不是真的站起来 我自己心里要站起来 我想要好 我还有孩子 还有太太 还有一个家 他等着我好起来 这是我们全家去海洋世界照的相片 那以前孩子还小的时候 这个回忆很难得 那现在孩子都大学的大学 然后那 要再看以前这样子一起出去 这个还是 只有看照片打回忆 这样子 对 你好 谢谢 师兄 好想你哦 好久不见了 大家 我相当地就来了 对啊 对啊 有一段时间是很孝顺 他自己一直认为他已经失去人生了 已经对人生都没有希望 还好 我们就一直鼓励他说 我们要想说我们还拥有什么 没有吃掉什么 妈妈都会带礼物 对啊 我很冒昧的曾经问药真实 你碰到这样你会不会走掉 他说 我没有想到别的 我只有想说 要怎样让他好起来 这句话我就太感动了 你知道吗 上次也说你是财神大菩萨 真是有意思 那个时候在 你有没有记得 他说你要感恩他 你要常常感恩我啦 上门说 没有失去还得到 对 对 其实 宗师姐 就像爸爸妈妈一样 会跟我们聊一些心理的话 这样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陪伴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吃饭了 是吗 是吗 对 因为家人有时候真的会有压力 那这个压力就是 真的是生病久了 就是家人的一个压力负担是会有的 然后师兄师姐也都来看我们的时候 就会也鼓励他 然后我会打小报告 我会跟师姐讲 我看了很多个个案 在这里看了就是不一样 你们这多幸福的 就这个 你接他 来 是吗 我从五年级的时候 我开始我就要煮饭家里 弄弄东东西都是我 也许我从小是这样子的磨练 那也造就成我现在 即使我碰到了人生有很多 这个算是很重大的事情 那我也尽量的把我分裂的事情 我把它做好 譬如说我应该做好太太的角色 是什么角色 而不是离开不管这个家 你看我儿子女儿多么可爱 照片 照片要提供给你 他们多么的可爱 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一直是用爱在经营这个家 这样 我们这边很好 都有可以看到远山啊 旁边就是校园都没有挡到这样 真的很棒 然后看看家里 哪里有需要用的 就赶快跟我带一讲这样子 他都专门督导我们 哪边做不好 他动口我们动手 靠着在家自修 启逢成了网页设计的高手 这几年陆陆续续接了不少案子 能够赚钱养家 对他来说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这一阵子 启逢投入了广播节目的主持行列 虽然一切又要重新学习 但是他凭着感恩回馈的心 在做这本工作 也就做得格外的起劲啊 因为我是别人帮助而起来的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做一个回馈 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去做分享 有的时候我可能在剪片 就像我最近在做这个 附近广播电台这个主持的部分 就是做有关生命教育的 我可以透过广播五眼佛界的力量 我可以让全台湾 甚至两岸三地的人都可以听得到 这样他在做使用的时候 这样会更方便 齐峰跟他的太太佑珍 就像小学生一样 我常说他们两个是最乖的小学生 就是很认分 然后该做的事 然后很认真哦 然后什么 你交代他们什么事情 他们就很紧张哦 就是老师说了算这样 小学生就老师说了算嘛 然后用功的两个小学生 我希望他们多一点灵活 然后他们两个的故事 他们真的是走过人生的大动作 然后夫妻坚真的感情是很让人动容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夫妻的组合 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感动的黄金组合 再来换老师哦 并且转为圣静的故事 多年来呢 这对夫妻啊 真的是 夫唱夫随 不过有时候呢 也 夫唱夫随 是人人称献的恩爱家庭啊 看着我太太好 就像菩萨 就像是我心中的女神啊 真的 我的眼中她是最好的 是吗 耶 常常现在社会在谈幸福指数什么的 我幸福指数是满满满满到头顶的 对不对 看就看得出来嘛 我都常常七秋八秋 为什么这么开心 就是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当我们知福 我们要珍惜我们这个福气 我们还要再去帮助别人 再去造福 所以幸福感游览而生 为生命找到出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曲奇峰 我是陈耀真 很高兴又在宫中跟听众朋友相逢 又真啊 今天是《活着美好》第十二集的播出了 对啊 已经败三个月了 这些年来呢 奇峰靠着自己不断的努力 有了很好的工作 也朝着自己的兴趣 有越来越多元技能的发展 并且实际从事了很多公益的活动 真正做到了不成为别人的负担 更可以尽一己之力 为这个社会付出 当然啦 这一切呢 太太又真的任劳任怨 功不可没 祝福他们未来的路更加顺遂 请不吝点赞 订阅仓